大家好,我是冰冰 阿欣 我们今天呢,来学一道菜 这道菜呢,能让你有可能摆脱单身哟 冰冰,麻辣烫做好了 哇,我最喜欢吃麻辣烫了 我们现在呢,依旧在富云县 现在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了 最近我发现评论区有很多单身的寻求冰冰之招 如何能摆脱单身早日脱单呢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道菜 辛格好像不太喜欢吃 男生好像差一点 但女生的话都挺喜欢吃的,据我所知 所以呢,我今天想教大家一个女生版的麻辣烫 多得不良心介绍一下食材哦 两样你爱吃的蔬菜 改一下刀,非常简单 速冻的肉丸,这是辛格爱吃的 两袋随意放边面 这个是麻酱,这是必不可少的麻酱 麻酱里边也堆一点水给它稀释一下 我也是大概啊 再兑一点这个生抽 等一下交给工具人去调 把西红柿呢就切成非常非常小的丁 因为西红柿的皮呢,我是懒惰去掉我就不去了 给它丢到锅子里面 好,下一步就是葱姜蒜 这个蒜是我搅成蒜泥了之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 这样就不会每次扒蒜的时候手有异味了 小葱姜蒜也是 像这种东西 每次都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行 我跟辛格都不喜欢吃姜 所以我买了生姜粉 这特别好用,给大家安利一下 开火给它炒成那种汤汤水水的感觉 炖成这样就行了 面的话我煮了两袋 但是这个调料包的话 我就是放一样放半袋就好 调料还少吃点 不然会很口渴很咸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健康的汤 这调料包我都放半包 炸着我了 是不是半包你都觉得炸 这样的话就放一些不容易煮熟的东西 像我刚才拿出来这个速冻丸子 之前我们没洗嘛 网友说速冻丸子你怎么没洗 今天我洗了啊 哎呦 谢谢 一大肚 这叫什么丸子吧 四洗丸子是吧 我那个六洗 好 那我怎么给它弄开啊 好开了 香菇 盖上盖子 你好像萨尔德林克熬的那个不知名的菜 什么 过一会儿就放一点水牛奶 这网友说 这一条水牛奶 我好多词都是跟网友学的 我一般呢就放三分之二 盖 剩那三分之一等会儿给金哥喝 五湖奶 煮到大概五分熟的时候 把这牛奶倒里 哎呦 我确定不是黑暗料理哦 你这样看着可能是不太好看 对 然后把这个泡杯面放在里面 泡杯面有点压碎了 灵魂 噔噔噔噔 就是新哥刚才调的这个麻酱汁 倒在里面 麻酱汁里面只有生抽 真咸啊这味道 这时候是不是大家要在那个弹幕上给我打上 确定不是黑暗料理 有的时候我看大家弹幕我就想笑 这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呢 新哥你之前不是吃过吗 你觉得怎么样 那真的 那我就是被呛一下 麻酱还有这个 这个是糖 你吃糖 糖可以多放一点好吃啊 我爱吃糖 现在只有一样东西没放了 就是这个 青菜 青菜是最后要出锅的一分钟 放在里面 就不用扣盖子了 直接拿那个汤汁浇在上面一拌 它就会熟了 我尝一尝味道 嗯 nice 自制麻辣汤做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用麻辣汤追到喜欢的女孩子 冰冰 嗯 麻辣汤做好了 哇 我最喜欢吃麻辣汤了 好好吃的麻辣汤啊 好吃吧 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呀 好呀 你学费了吗 一碗麻辣汤就可以追到你喜欢吃的女孩子 喜欢吃的 不过你说的也没饱 喜欢的女孩子哟 变形自由行 爸你好心情 今天我们说结束语了哟 感谢关注点赞 说对了 明天见 拜拜 快吃快吃 感谢关注点赞